两国两制下的香港 你有上街抗争打警察的自由 这不叫一国两制的成功 那叫什么呢 汪中旗团节目主持人黄志贤 评论反送中示威 高喊一国两制成功 偷骂香港学生不知好歹 你并不知道生活在殖民统治 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的 香港就是一个贫富悬殊 贫富差距很大 没有只有法治 你自然没有自由的一个地方 你没有政治权利的地方 你难道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的话 表示你是更是脑残 更是脑残 隶属望中集团的中国时报 在反送中报道上 也只有一小角版面 只要牵涉中国负面新闻 望中一概装笼作哑 适逢六四事件三十周年 网友上中时电子报找相关文章 点进去却出现 您所查询的资料 目前找不到页面 粉丝团版主笑说 望中的事件没有六四 记者实际测试 输入六四查询 竟然只有今年以来的十五篇文章 其中五篇跟六四完全无关 最新一篇评论更写道 当时的中国比较落后 公安只好土法炼钢 反问解放军 除了对暴乱分子开枪 还有其他选择吗 全世界都看到中共 无力镇压学生 望中却睁眼说瞎话 替解放军开脱罪名 前望中记者看不下去 在脸书开炮 同仁用生命安危 歇血换来的新闻 自我审查说撤掉就撤掉 只为了不让幕后黑手不开心 是真爱台湾还是真害台湾 恶意扭曲偏颇作假 违反做人良知 他决定离开工作十二年的望中 因为很怕变成连自己都讨厌的人 望中集团其实 他的母企业对中国的依赖 那不只是市场的依赖 甚至是有对于他们 政府补助的依赖 那个一定会影响到 他在台湾所拥有的 媒体集团的言论导向 旺旺财报曝光 2008年买下中式集团后 隔年补助金异常升高一倍 总统大选前一年 更是领的特别多 11年下来 收了中国政府152亿台币 日前中国战阶绕台威胁 周时电子报小编 竟然大赞轰六好帅 还说这是保卫海疆安全 赞赏敌军简直为虎作长 因为高雄打算引进猫熊 中天新闻大肆吹捧猫熊 打压台湾石虎 说台湾石虎凶猛不好靠近 反而中国猫熊卡哇尔 没有攻击性 企图混淆视听 望中报导清中一片红通通 却反咬其他媒体抹黑 公道自在人心 三里新闻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